企业数字化 把企业内部的资源 要重新地打乱 又重新地重组 以最高效的价值 输出去服务客户 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业务转型上面 主要解决的是 企业和客户的这种产品交付问题 其实我们数字化营销应该是 从2018年开始做的 你先考虑怎么样把业务数字化 做完业务数字化以后的话 接下来再会逐步地去考虑 怎么去做数字化业务 作为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 财务肯定是我们的一个管理的核心 我们书里还能够16种页盘 写了22本解决方案 将近100多万字 这个都是其他应该说 最开始做财务贡献 我们这个讲的是个一把手工程 我们从上到下要统议思想 统议认识 其实数字化这样一个时代的定义 它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是不变的 就是说真正意义上 助力与企业的经营发展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更加注重了员工的体验 从2018年开始 我们真正进入了这个数字化 建设的时代 我们明年做业务再现 组织再现 沟通再现 在未来的五年的话 我们需要分成三步走 然后第一步的话 可能就先从流程梳理 组织架构重组 然后呢第二步的话 就是对于我们现有的 这些系统进行的优化 最后才是我们真正的 这个数字化转型 当然现在我们选BIP 可能就叫云原生的这样一种技术 我们是要去选择更先进一点的技术 而且要保持这个平台 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迭代 更新 这个平台需要具备 名上跟云下的这种功能 所以我们选择BIP 跟我们未来这个方向 它是契合的 大连法新呢 也是说在这过程中 借助于云有的BIP系统 使我们的整个的企业经营 效率提升 数字化的经营 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实践和体验 我们现在也是云有的 这个老客户了 有差不多将近20年的 这个合作的历程 云有是一个不断 自我挑战的 这么一家公司 云有现在已经是 走出的这个财务领 它已经是一个 全部的数字版本 可以通过跟任由一件 共创 打磨任由的产品 也打磨我们自己的一些 管理模式三个方式 其实我们跟任由 有合作好多年了 从最早的19开始 10多年 任由一直给我感觉 那就是说 是一家非常有产品 自学的一个方式 任由始终在陪伴着 大汉成长BIP时代 我们主要提出来的是 让数字化的阳光 照亮企业的每个角落 用油的这种软件 最佳实现 是融合在里面的 我还是比较认同这个 用油文化 我们也要支持 我们的国产软件 去做大 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 其实用油公司 它不仅是软件公司 更多的是伴随着我们企业来说 是一个资讯 是一个引领 这样一个公司 领先企业选 Young BIP 所以我们下软件公司